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或酒 油也好 满满了 多到不得了 这是上帝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涌流出来 好像活水那样 在这边我看着多人多的变化 由最初来到加拿大有个好处是多元文化 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种族 最初我来到时才发觉 它很尊重每一个人如何庆祝自己的生命 所以如果在公立学校里面 例如农历生年的时候 他们会和小朋友一起舞狮 用纸盒弄一些狮子出来舞狮 或者舞龙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是中国人的庆典 如果你觉得有需要请假是可以的 你告诉他们是我们的生年 请假不回学是可以的 他们很尊重你的 然后后来北风公司有很多 而且在华人多 开始那些人明白你的文化 连这里的市长都会唱几句中文歌 逢农历生年的时候 全部都是红薄薄的 即公司 这些外国人公司 卖些中国的东西 特别有个位置 有这些糖果的东西 所以我相信 譬如多人多 或者温哥华那边 因为唐人多 所以他们的气氛是很好 甚至会会说几句 恭喜法座 但是你知道 我们基督徒 这个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外国人说 他觉得这个很重要 起码他知道 看到你 是中国人来的 他未必会说新年快乐 但是他会说恭喜法座 这也是一个意思 他表达他对你那种爱识 所以他又学一些你懂得明白的说话 信主其实是很简单的 因为以前我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开始做设计的工作 我太太那时候是我的同学 她也是读设计的 所以是她先信主 她跟她哥哥回教会 后来就说 不如你也回去吧 其实我不是很想去教会 因为我家里拜神的 那我觉得 他好像跟自己做的事情不合 但是因为爱情 很偉大的 那我就跟他回去 然后慢慢就觉得 都可以了 然后慢慢就信了 其实我也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去了解这个宗教 因为可能我自己比较好一点 我是读设计的 设计的人是比较逻辑性强一点 因为我们做一件设计的产品 其实我们要找一下 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什么方法会做得好一点 所以在这部分 我就会尝试去了解多一点 为什么我要相信这个宗教 以及听的时候 我就会很逻辑地想 是不是真的 自己也会找到很多研究 听起来 但是突破的反而 就不是在香港的时候 就是后来我移民去 多不多的时候 因为时间是比较松动很多 就是多很多时间 你会思考 不像在香港 那么忙碌的 所以我就真的会想清楚 究竟我相信些什么 越相信就越坚定 越肯定 越肯定 挑战可能是以往的背景 因为家里没有人信耶稣 也没有跟我说过这种信仰 就是有听过 但是没有去研究过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在小学的时候 已经有些基督教的园体去派圣经 就是我有一本圣经 我看完《创世记》 就是第一个章节 不要说看完 是第二个章节 我就停了 就是说完创造 可能我真的对创造很有兴趣 所以那两个章节 我是看完的 之后我就慢慢 不知道看不看 接着就放了 这个背景是会令我 没有那么容易相信 因为以往不是信开这种东西 而且不是很明白它的概念 很多东西 它所说的东西 好像不是更新的 我们现在说的中文 所以我又需要了解 这些是一些时间 需要去明白 字里面的意思 因为我是我自己公司 即是自己Graphic的公司 所以不是真的 有这么多工作 特别在疫情这几年 我差不多是大部分的工作都停了 甚至我太太的工作 都不是那么多的 因为我们做设计 很多时候 是和一些 我自己是和教会很多的 那教会很多 转了做网上 我平时是做很多 poster 那些东西 那变成了很多 另外就是 例如我太太是一些 做收入设计的工作 她是和中国里面的公司合作 那都停了 因为没有东西 所以其实是很艰难的 但是你会看看 在这个情形里 难道你什么都不做什么 但是我相反去看 就是我侍奉的方向 阔了很多 那因为我除了是做设计之外 有教学的 教美术啊 教这些东西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专场 在教会里用Zoom去教画 那这几年的疫情 就每两个星期教一次 在网上教 每次一个小时 我经历的就是很经典 因为很多在疫情的时候 那些公公婆婆开始学画画 是不懂的 那最近刚刚呢 就是开了画展 我都觉得很神奇 你完全没有上过一堂实体堂 竟然都画得似无似 那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那他们又开心啊 每个星期都等我 你什么时候给功课呢 那每次讲的时候 譬如我们讲画葡萄 那我就会讲讲圣经 怎样讲葡萄 了解一下葡萄的特性 讲完一堆神学的理念 圣经的关系之后 开始拍了一个视频 画给他们看 一个很快的视频 看到他们怎样画的方法 或者介绍他用什么物料 资料之类 每一堂都介绍一样东西 所以继续继续继续之后 他们不只画画画画画得好 对圣经的知识又多了 所以我觉得 哇 你似乎很多事情都停下了 其实是插出了很多可能性 看看将来你可以发展的时候 我想 我现在是在做一个设计 就是信仰和艺术 这个可以变成一个 在其他教会的铺牢 真实的事情 你真的要感受一下 如果未信的人 你可不可以试试祈祷 跟天上的爸爸祈祷 这个是你的爸爸 你跟他聊天 你在地上有没有跟爸爸聊天 有没有试过很近地跟他说 其实他很想跟你聊天 想你说些东西 他知道你求些什么 不过你不开口说 是不行的 因为你要感受一下 你说出来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你说完 你就知道 哇 这种其实不太行的 你说过你才知道 不妨试一试 不是说你试过这个靈 不是靈不靈的问题 这个是你真的很亲切 因为我自己读设计的 我知道 就算一块拆胶也有人做设计的 他不会是四四方方的 有些拆胶也有公仔 有样子的 你想想我们人 怎可能不是一个设计 你说一个细胞 这样扮出来 我是不相信的 就算是分裂 谁让他先分裂 你一定有个源头在那里 因为我是很理解的 所以我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在想 既然我是设计师 我知道我所有东西都是人 经过很长时间的设计 一样东西 我知道天父一定是真的 真不真 你自己要经历 你跟他谈 你跟他沟通 沟通的方法就是祈祷 叫爸爸 跟他说你自己心里面的东西 尤其是你困难的时候 跟上帝试试 看看爸爸怎么帮你